HELLO 大家好,我是史丹麗 好,這場亞運預賽對韓國的關鍵一戰 台灣投手林玉銘先發六局送出六長老K 沒有失掉任何分數 完美鎖住的KBO圈直接打線 繳出了個人在國際賽的代表座 我相信在亞運前 很多平常比較少關注棒球的球迷 對林玉銘一定很陌生 可能只知道他旅美是左頭 但曾擊落在2A,還沒有上到大聯盟 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少能力 也很好奇這位抗寒英雄到底是何方神聖 那本集影片我就來詳細介紹一下林玉銘 讓大家更加認識這位年僅20歲 被預估最快2025年生上代理魔的潛力行星吧 林玉銘出生自台東 有一個哥哥原名林瑞祥 現在已經改名為陳偉浩 效率的是抬高雄英 林玉銘會踏上棒球這條路 就是因為哥哥還有爸爸的關係 林玉銘的爸爸以前是打累球的 在他小的時候 爸爸就常常會帶來他跟哥哥一起傳接球 所以從四歲開始 林玉銘就對棒球產生興趣 在國小二年級加入了新生國小小獸棒隊 獸棒時期的林玉銘非常瘦小 身高也不到160公分 體重甚至只有40公斤 即使媽媽常常買肉類、牛排給他吃 但怎麼吃都還是吃不胖 小時候的林玉銘最經常的投手 是當時旅美精英的陳偉英 他覺得看陳偉英投球 感覺上很輕鬆 但球卻非常有偽勁也很有霸氣 他希望未來能夠像陳偉英一樣 到美國打球 這段評估他雖然現在不突出 但在投球球上有很好的控球能力 而且有辦法三陣對手 所以也持續讓林玉銘往投出來發展 2015年U12世界盃 林玉銘首度中選國手 當年陣中還有張翔、董子恩、李浩宇等人 現在也都成了極業選手 李浩宇跟他一樣亦沒發展 攜手參與了杭州亞運的賽事 在林玉銘在台灣舉辦 中華隊一路闖進決賽 才敗給美國 而林玉銘在這次賽會 其實是以中外一手被注意到 冠軍戰有一個精彩的長傳阻殺 瓦解了美國想要再得分的氣勢 可以發現他雖然個頭嬌小、瘦瘦的 卻有非常好的臂力 真的讓大家都嚇了一跳 升上國中後 林玉銘的球技有更明顯的突破 成為新生國中的王牌投手 而且還在國三時自改姿勢 調整成了龍捲風頭髮 類似於日殖民將、野貌英雄 也讓他開始被球迷注意到 林玉銘認為這樣的投球方式 讓自己比較能夠出力 丟起來也很順 但高中進入古堡加上後 卻把龍捲風的頭髮給完全封印起來了 其實在林玉銘剛進古堡時 總教練週中只希望能夠修正他的投球姿勢 讓百倍的動作不要那麼大 但林玉銘自己有一點不適應 彼此商量後還是決定用原本習慣的姿勢去丟 所以2019年U18世界杯時 大家看到林玉銘還是採用龍捲風姿勢 因為對西班牙、澳洲先發都奪勝 合計14局只被打三針安打 狂飆15次三陣 也是中華隊能奪冠的重要攻城 可是身上高二號 趙教練持續跟他溝通 而且拿出大數據分析給他聽 告訴他龍捲風頭髮的劣勢 會明顯影響到控球的穩定性 容易在比賽前段跟後半段出現落差 而且高一的林玉銘所有比賽加起來 每一局的平均用球數都超過了20球 如果繼續這樣丟 未來發展絕對受限 更何況近代的投手 都盡量以小百幣的方式來丟球 鄒教練也提到 以投球機制的理論來講 小百幣是能降低健碼負擔的 如果能夠在投手高中階段 就養成良好的丟球方式 未來進職棒面對一整季的負荷 就會減少受傷的機會 林玉銘自己受訪也說過 當初覺得以前的動作很順 不想要改掉 但聽了教練建議 自己回去想想後發現 扣球的問題確實一直存在 所以最後才決定還是改掉好了 高二開始嘗試新動作的林玉銘 高台腿不變 但身體向後旋轉的角度變小了 更偏向正規的投球動作 也受到很好的效果 改動作沒有影響到他的球威 控球問題也改善許多 球速甚至還增加了 暮連標出147公里 王真自卑則來到149 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球探 關注他的表現 此時林玉銘已經被平為輕棒第一左投 控球很有水準 直球不僅有速度、優偽進 其餘變化球種 包括滑球、曲球變速 都具備職棒的水準 高機率會往旅外發展 國內應該是留不住了 不過在疫情的影響下 林玉銘沒能畢業就馬上旅外 而是先去讀了開展大學 有鎖渡參與U23世界盃 雖然兩場先發都吞敗 但8.29的投球中送出了14K 以高中畢業生跨級挑戰 城邦電堂的國際賽來說 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能夠看出他的K工確實很驚人 U23結束後沒多久 林玉銘終於等到了旅外機會 當時不只一個美國職棒的球團向他開架 包括海盜、運動家、稻奇 甚至日職的樂天也有興趣 但他最終選擇的是小尾蛇 前而經來到了52.5萬美元 小尾蛇球團位置要透露 其實他從林玉銘13歲 也就是國二時 就已經開始追蹤他了 從U15、U18再到U23世界盃 他認為林玉銘最好的地方就是控球 無論訴求、滑球、曲球變速 都能夠精準投到補手藥的位置 比起叢林的投手更加成熟 在投球球上也有大投手的氣勢 毫不卻場 心理素質很強 未來是有機會在大臉門舞台 原本是打算去日本發展的 但後來他感受到小尾蛇的重視 覺得自己去美國也有機會 所以最後才選擇呂美 呂美第一年 林玉銘從新的聯盟起步 起場先發算吞兩敗 但防守率只有2.35 最可怕的是K9值居然高達16.04 這三陣能力真的非常狂 讓他在新的聯盟只待了一個多月 就被拉上EA 因為到了EA 林玉銘還是在狂K 雖然直球速度不算快 但靠著精準的控球加上變化球 特別是他的變速 被形容變化軌跡 像螺旋球一樣 完全載制的EA打者 還繳出一場5.295彎打10K的內容 關注度迅速飆升 技術也直接空降了小尾蛇農場第17名 晶能晶能賽選人的時候 民總其實也透露 有考慮要把林玉銘放進36人培訓名單中 最後是考量集訓時間 加上狀態無法全程掌握 選擇了個愛 但這裡讓林玉銘可以全新備戰晶能賽季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小尾蛇農場總監受訪時 也提到林玉銘是完全超乎他期待的一位新秀 今年直接就讓他從高A出發 沒想到他繼續屠殺 13場先發車60點一局 送出76K 7月中就衝上了2A 當時他還不滿20歲 雖然來到2A後 林玉銘開始遇到了考驗 三陣綠銘有像之前那麼誇張的高 也比較容易哀� 但還是可以穩定在輪值內次局數 排名也從去年的時期 來到現在的第四名 已經是小尾蛇農場中評價最高的投手 而且林玉銘在2A所屬的德州聯盟 是打高統地的環境 聯盟投手平均防御率為4.79 林玉銘投手平均防御率為4.79 林玉銘則是4.28 可以排在先發前十的行列中 但他的年紀卻是全2A最年輕的 相信在給他幾年的時間成長 往上攀升絕不是問題 林玉銘厲害的點在於 他拿到的每一項指標分數 都是他聯盟平均的50分起跳 速球50分 控球50分 曲球55分 滑球55分 變速球則最高 來到高於聯盟平均的60分 總評上獲得了50分 也是目前呂美雷的台灣選手中最高的 這個總評分數也代表 林玉銘不只能夠站上大聯盟 還可能升任後段的45號輪職工作 最快2025年 也就是兩年後 就有機會實現這個目標 也符合蝦韋蛇球探當年對他的期待 那在球戰報告中 只列出了速球 曲球 滑球 變速 但其實可以再細分 包括了四磨線直球 二磨線生卡 卡特 還有兩種版本的變速跟滑球 曲球 林玉銘可以說是擁有七彩變化球的左頭 也讓他在追求速度的美國環境中 反而有種獨樹一格的感覺 更重要的是林玉銘清楚知道 自己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會制定計劃跟目標去加強 像是體重 大家都認為他太瘦 所以今年他努力增重 從68來到72 雖然還不夠 但因為是在球技中進行 難度相對高 其實已經很不錯了 而在球速的部分 林玉銘過往速球大概落在89-93mine 等於144-150公里的區間 今年也有突破 極速已經可以丟到153公里 未來均速再提升的話 威力肯定更上一層樓 結束技能賽季後 林玉銘也馬不停蹄 參與了杭州亞運的賽事 繼U23之後 再次在乘棒層級的國際賽亮相 可是相較於U23 碰到的都是各國的業餘隊伍 亞運至少有一支隊伍 會以全職業的陣容來應戰 就是韓國 韓國這次的亞運陣容 主力打者幾乎都是左達 包括安島王的金會成 第四棒的江柏虎等 所以拿左頭的林玉銘來抗函 對於中華隊而言是非常有利的 最終無私前總教練也確實是這樣安排 在預賽首戰推出林玉銘 結果他先發6局 用了快100球 只被敲4隻安打送出6K 兩個40球沒有失掉任何分數 表現近乎完美 幫助中華隊拿下重要的一勝 雖然說林玉銘在場在變速球的發揮不太理想 讓他在面對韓國右打者時投得比較掙扎 但至少面對左打時 他的速球能夠壓低 進攻內角搭配曲球滑球 有效封鎖韓國打線 加上每一局的守名打者 林玉銘都能夠成功解決 抓下出局數 讓韓國少了很多作戰的空間 當然那個關鍵的頭部華麗判決 也幫助林玉銘度過危機 力保不失分 最後跟古靈瑞昂、劉志榮聯手玩瘋了韓國 角出自己在國際賽的代表作 獲得抗韓英雄的美名 不過韓國並沒有因為敗給台灣 就灰心喪志 由於在第二晉級後 接著擊敗日本、中國 順利取得了金牌戰人門票 將再次跟中華隊交手 若沒意外的話 休息4天的林玉銘依舊會登板抗韓 但會是先發還是牛棚待命 就很難說了 我查一下林玉銘竟然在小聯盟的出賽 賽季前半段在高A 他多半維持頭一場先發 休息6天的節奏 偶爾會休5天 但從來沒有頭一休四過 單場最多用球數來到101球 可是那場的成績並不好 之後4連2局就丟掉了7分 那升上2A後 林玉銘合計11場先發 單場至少都會用80球 最多是102顆 節奏調整成頭一休五 有嘗試過一次的頭一休四 是在8月27號 但內容相當不理想 之後4連2局被敲六斬打 加上隊友手被連累 吃掉了4分吞下敗頭 最不尋常的是他的三陣數掛0 在林玉銘小聯盟剩下成績通算 平均每9局會送出11.74的三陣 即便升上2A後 他的K9值也還是有超過9的水準 從去年加入了小韋蛇 到今年合計38場先發 林玉銘只有一場送出0K的成績 就是在他今年首度被安排 頭一休四的那一場 要說跟休息天數沒有關聯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後來小韋蛇讓他回到頭一休五的節奏中 賽季最後三場林玉銘就恢復正常 合計17.2局送出18K 從上述的資料也能說明 金牌戰推出林玉銘先發再投一次韓國 其實風險很高 一來是休息天數不足 二來是雙方剛交手過一次 林玉銘已經喪失了陌生這項優勢 但偏偏中華隊能用的投手很有限 林玉銘如果在比賽前段就出狀況 無法至少吃完五局的話 那中華隊在金牌戰就真的會打得很辛苦了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覺得林玉銘可以連續兩場 都帶你中華隊抗寒成功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Sanley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